不是 因為我衣服太緊了 我有點喘不過氣來 所以我必須要 移著自己的氣 不然我怕我會 肚子不舒服 對 肚子不舒服 不會啊 我都很難 多天沒吃了 所以不會不舒服 就是很開心啊 恭喜 當然激動一點 有多激動 劉瑛寧放閃秋澤 破解魔度傳聞 私民信號又多驚喜 同框畫面被翻出 吳康仁 有生之年 劉瑛寧 不夠善良的人 哇 鄭元昌 有生之年 恭喜 楊瑾寧 富良職業新主持 金鐘無舊戲劇頒獎典禮 圓滿落幕 鄭元昌首次入圍 酒破蛋 楊瑾寧更是供估七次後 首度拿下金鐘 在台上忍不住落淚 小的是還有好友 吳康仁 徐瑋寧 也雙雙拿下金鐘大獎 舊網友翻出三年前 私人同框影片 直呼也太巧了 而徐瑋寧跟連莊 康仁奪得金鐘迷你劇集事後 不會有網友質疑她 獲獎師反覆摸肚 是不是遊戲咯 如果沒有妳的話 我可能也不會有 這麼好的Rebecca 謝謝 不是 因為我衣服太緊了 然後其實因為激動 我有點喘不過氣來 所以我必須要 吐著自己的氣 不然我怕我會 兔子不舒服 對 兔子不舒服 不會啊 都很冷 多天沒吃了 所以不會不舒服 最大的好消息 就是不夠善良的劇組 可以跟演員們一起 希望大家可以多 看我們努力的故事 我們要最佳對目 那師父有收到他的劇組嗎 有 他很開心 你聽到他的語音說 我很開心 就是很開心啊 恭喜 當然激動一點 對 這是你媽的 那是語音啊 所以 他會自己留的時候 是很開心 很開心 你們不去八旗門 沒有 我選擇你們 不是善良的 這麼感人 啊 非常非常遺憾依晨啊 因為畢竟依晨在古山 也拿了大姐 然後所以我一直以為 是可以雙 雙蛋黃 剛剛是真的是 很空白 我其實是滿滿心的 可以一起手牽手一起 Rebek她沒有 沒有慶恩 她就 她其實也不成立 瑋妮有感受到壓力嗎 臉妝的壓力 有一點 就覺得自己那個努力 要真的是要再更加倍 或者是 有機會可以詮釋 其他不同的角色 可以更成長 那你也有壓力嗎 我覺得第一次吧 對我壓力嗎 我從來不會說入圍 就是肯定的 入圍就是要折獻 沒有折獎 我入圍就已經想得獎 可是有沒有得獎 這件事情就是 全看老天爺 所以如果沒有 下次或之後沒有得位 我也不會覺得 啊 算了 不要這樣 然後就是 還是想繼續把下一步 先做好 對 以後也不知道 什麼都會完 也沒有覺得說怎麼樣 但是感覺就是 被現場的氣氛 都搞得你很緊張 其實沒有得的話 就也不重要了 其實滿多家人 他們都是從 就是 紅毯的時候 就有在打氣這樣 然後有在說好燈利 剛剛老師有給你 我給你打氣 有嗎 是嗎 沒有 有這個叫我 我把他長在腰 我跟你們有這個叫我 到底是在有什麼 幾口嗎 生日 去錄影吧 哈哈 接近大家自然很舒服 對 你覺得他三口嗎 還是 是的 我們不是太客口的那種 錄影 有小孩是沒有太客口的